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见早在三千多年前五月已经确立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 在与恒山处在同一纬度的中国北方 中有太行山 西有绿梁山 南有五台山 众多山脉 为什么北越的殊荣独落恒山呢 北越和五台只有胡托和之歌 是吧 要按照这个名气 五台的山脉的知名度 要比这北越大得多 可是呢 古人选的这个呢 他选了恒山 而没有选五台 这里面呢 可能因素之一 就是考虑到当时的所说的战略位置 那么 恒山的地理位置 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它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又体现在哪里呢 地理中国栏目组来到恒山 希望解开更多关于北越恒山的秘密 我身后的群山就是恒山 恒山山脉呢 呈东西走向 横更在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北部 这里距离内蒙古几乎就是一墙之隔 所以历史上恒山一直是国家疆域的北方边界 同时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天然分水里 今天人们所说的北越恒山 是指位于山西省浑原县境内的主峰天峰里 其实 恒山是一座东西绵延五百里的山脉 跨越了河北山西两省 大部分山体位于山西省北部与内蒙古交界的大同市 历史上恒山以北的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聚居地 恒山以南是汉民族生活的中原地带 恒山就像一道天然屏障 处立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的东面是太寒 它的西面是铝梁 这两座我们基本南北向的这种山脉 恒山基本东西像 就像H形的上面这个横杠一样 它把这两个山脉连续起来 那在这上面分布着很多的关口 就是控制着蒙古高原进入我们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历史学家分析 恒山之所以称为北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价值 有人把恒山比喻为中原门户 华北索要 对于关内的农耕民族 恒山是一把锁 凭借恶塞空边的恒山天险 可以阻挡游牧民族进入关中 而对于关外的游牧民族 恒山则是一把钥匙 打开恒山的大门就可以进入中原 占据广阔而又肥沃的中原大地 恒山成为军事要塞 除了它的地理位置之外 还有跟它的这个山形地貌有关 北宋山水画家郭熙曾经这样形容五岳的地貌 太山如坐 华山如礼 恒山如飞 松山如卧 恒山如行 一个行字道出了恒山群风连绵奔腾起伏 天然屏障的善事特点 那么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 为什么会形成恒山这样一道天然屏障 为了探寻恒山行程的原因 考察队跟随地质专家来到天峰岭脚下的一处崖壁前 眼前的山峰高耸直立宽展如平 然而谁能想到这些巍峨陡峭的岩石 曾经在海底沉睡了几亿年 距离现在我们就叫海武奥陶纪 也就是五亿四千万年到四亿年 四亿四千万年这一年的历史时间呢 整个的华北路块全都是汪洋大海 这个汪洋大海沉积的全都是碳酸岩 就碳三盖 碳三盖 碳三盖不解了以后就石灰岩 恒山主峰天峰岭的石头是五亿年前在海底沉积形成的石灰岩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露出了地表 形成了今天的高耸直立的山峰呢 随行的地质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恒山石灰岩的特征 郑权山西省地刊局211地质队物碳高级工程师 对恒山地质成因做过深入研究 一般的正常情况是水平的 车子的石灰岩的地球运动 有时候可能潜显得厉害 或者潜显得不厉害 那么抖压的这个形成度取决于咱们的倾斜度 看下面那个白的 白的 白的指的下面那个度数 这个大概是14度 14度对 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个度数 说明是它的倾斜度 它这个倾斜是不是太大 不大 你说的很大 我之前说是比较缓 比较缓 所以它能雷起来形成抖压 对对对 是的 抖压的形成取决于青角的大小 那么青角的大小又和什么有关呢 就像咱所说的地震 地震大家都很熟悉 地震表层出现 就是有时候你那个房子呢 或者土地呢 它是一个移动的 向向左右移动也好 向前后移动也好 是吧 总之是移动的 有的呢 那就是那个房子是上下活动了 塌陷的 前面的情况 移动的 房子是移动的 这是水平力为主 房子塌下去了 这就证明是摧殖力为主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的这个横山 主要是后一种情况 因为受到地下垂直立的作用 在海底沉睡了几亿年的石灰岩 被顶出了地表 保持了原来水平直立的岩层形态 然而如果横山不是一座近东西走向 绵延五百里山脉 也不会形成一道天然屏障 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 横山山脉今天的走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就是在两千多万年前 它的北边和它的南边各有一条平行的断裂发生 这两条断裂就把整个的横山抬起来了 这个断裂的长度大体上就是横山的长度 专家告诉我们 两千万年前 横山的南北两侧各产生了一条大断裂 横山隆起 正是沿着这两条大断裂带向上垂直抬升 造就了如今近东西走向 绵延五百里的横山 今天我们在天峰岭的后山 还能看到断层留下的痕迹 从东北边陲到海南腹地 从深山密岭到海岸岛屿 众多自然奇观为何都呈现同一形状 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奇幻之作 还是人类精妖细琢的创造之物 穿越华夏大地纵横海陆之间 地理中国系列节目 神秘的原型近期播出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蜿蜒的山脊上 为什么会出现长城遗址 古老的城墙 诉说着怎样去与兴风的历史 一座山为何令无数英雄尽折摇 精情收看系列节目 五月之北月横山 这就是横山上的古长城遗址 过去他们都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 城墙的北边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聚居地 而城墙的南边就是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大地 可以说横山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将两个区域分隔开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几乎一直弥漫着战争的硝烟 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中原人发明的最好方法就是修筑长城 而这项伟大的工程 从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建立之后 就已经开始 一直持续到明朝 期间断断续续 修了将近两千年 在早期间 封建同志者分别修建了一外一内两座长城 外长城就是秦始皇 在山西大同北侧的大青山上修建的古长城 为保江山万无以时 后来的当权者又在大同以南的鹏山上 修建了一条长城 这就是内长城 它成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二道防线 外长城和内长城 共同构建了中国北方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 毕竟沧桑 保长战火 尽管这些长城部分已经残缺了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当年的气势和作用 据史料记载 历史上曾有二十多位皇帝因战事到过恒山一带 有十三位皇帝亲自带兵在恒山打仗 赵国礼目 秦朝蒙田 两汉获具病征战匈奴 航朝军人贵抵御突厥回胡 宋朝杨延昭 对抗契丹女真 明代常玉春 勃战蒙古 这些光耀千古的历史名将 都曾经在恒山浴血奋战 然而 要想成功守住要塞 仅仅依靠长城 仍然不能安枕无忧 在恒山绵延几百里的山脉中间 常有地势较为低缓的山谷 由于这些地方颇度较缓 往往成为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突破口 因此 恶守这些光口 便成为防御的重中之重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燕门关 燕门关 位于恒山山脉西段的沟筑峰上 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 由于其显赫的战略位置 燕门关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把恒山比作中原跟塞外的一道天然屏障的话 燕门关所处的位置正好是这个恒山西段 地势相对比较低缓的一个位置 由于它的地势非常低缓呢 成为一个少数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 那么当这个中原跟塞外这个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 它就承担起了一个军事要塞的作用 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呢 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 叫得燕门而得中原 失燕门而失天下 燕门关修建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 这座古老的关楼不仅经受了战火的协底 在和平年代 它还是贯通南北商贸往来的重要商道 这个是过去这个形成的一个车折印 这个可以说是燕门关除了军事对抗以外 在这个商贸繁荣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 你像这个历史上这个的记载是车流人流昼夜不息 可想而知过去这个昼夜碾压的这个车辆有多少 你像最典型的呢 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山西竞商的崛起 像乔志勇一样这个许许多多的山西商人 他就是从当时从这个全国各地采集商贸货物 然后经过这条蜿蜒齐缺的燕门关的关道 出关以后一条走河北张家口 一条走山西右翼的沙湖口 最终的话殊途同归 达到这个目的地就是中俄边境的恰克图 可以说整个这条这个燕门关的关道 对于山西这个竞商的六百年的辉煌 是做出过重要贡献 今天在燕门关城楼上还保留着记载当年 禁商们出自修建燕门关的石碑 燕门关不仅为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也立下过显赫战功 抗战初期 日本军队从中国北方南下 企图从燕门关进入山西 占领中原 然而考虑到中国守军 在燕门关部署了大量兵力 突然调转方向 选择了燕门关以东的另一个关口 成就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 一次辉煌的战役 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中原人就利用恒山上天然形成的 一些峡谷和沟谷 来设置军事关卡 因此历史上有著名的燕门十八艾之称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设置在恒山南侧渔脉上的 一个军事关口 平行关 抗战初期的平行关大劫 就是发生在这里 1937年 日本迅速将侵华战所蔓延至山西 中国军队利用平行关的地形优势 消灭敌军一千人 打了开战以来的第一个歼灭战 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日事情 如今平行关两旁的长城 因为修路已经不复存在了 只留下一座残缺的关楼 昭示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在山顶上修筑长城 设置关隘 这些措施充分利用了恒山这座天然屏障 把它的军事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要想守住恒山 还有一个地方不能不防 那就是恒山有很多天然形成的峡谷 这些峡谷也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通道 时至今日在这些峡谷中 许多战争留下的印记依然清晰可见 从东北边陀到海南腹地 从深山密林到海岸岛屿 众多自然器官为何都呈现同一形状 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奇幻之作 还是人类精雕细琢的创造之物 穿越华夏大地纵横海陆之间 地理中国系列节目 神秘的原型 近期播出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游深的峡谷中惊现神秘石洞 是天然形成 还是人工开枣 历史学者现场考察 揭开石洞背后的今天秘密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五月之北月横闪 在恒山主峰天峰岭 和他西侧的翠平峰之间 有一条峡谷 在峡谷陡峭的崖壁上 残留着一些方形的石洞 据说这是修建战道留下的遗迹 据史料记载 这条战道曾经承载过千军万马 帮助一个强大的民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王朝 这条战道是谁所修 他们又为什么被开凿在恒山的峡谷中呢 考察队跟随昏原县文物局的专家孙怡来到峡谷深处 孙老师说 这条峡谷叫金龙峡 也叫慈峡口 他向我们讲述了这些石洞的来历 公元386年 仙卑族人在蒙古高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 他们想越过恒山开疆过土建立更大的王朝 但是恒山的其他关爱都有重兵把守 一守难攻 想要进入中原几乎难以登天 于是仙卑族人把目光转移到了金龙峡 当时金龙峡内是一条奔腾的大河 水流湍急 无路可走 但是北约恒山他过不去啊 就这个地方天然的这条窄路 是吧 你看两边的血压峭壁这么厉害 就是下面的大水 常年的流水 他过不去 怎么办呢 他就必须在这个血压峭壁里绣战 考察队发现 峡谷两侧的崖壁上各有一排石洞 仙卑族人为什么要同时修两条战道呢 原来聪明的仙卑族人运用了金人修路的智慧 两条战道一进一出 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双向车道 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出了祖达 出了祖达口 前方的地势呢 就变得非常宽阔和平坦 我的前方呢 就是中原地带了 早在一千多年前 北方的仙卑族正式通过这条通道 进入中原 建立了北魏王朝 两条战道被秘密开凿之后 仙卑族人大举南下 越过了恒山天险 控制了中原 公元四三九年 北魏彻底统一了北方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北魏的历史恰恰证明了恒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战国民事张仪曾说 恒山之险必得天下己 得恒山者得天下 恒山凭借其高大雄伟 连绵不断的天险 极具战略价值的地理位置 成就了他五月之北月的地位 更成为记录中国历史 演绎中华文化的自然画卷 恒山的故事说到这儿并没有结束 恒山特殊的地理位置 除了使他具备重要的军事价值外 还创作出了一个世界奇观 那就是悬空寺 那么悬空寺为什么会出现在恒山 它悬挂在悬崖绝壁上千年不倒的秘密 和恒山的山形地貌 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